提起齐白石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了 木匠出身却最终能够成为中国的艺术态度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我们对齐白石的人生有所了解 你就会发现 齐白石就像是一块锡金石 一路上遇到很多贵人 而且都愿意主动帮他 那么齐白石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吸引到这么多贵人呢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齐白石吧 大家都知道齐白石画的虾非常有名 但他的八卦比他的虾更有名 很多人拿这个当做励志故事 说齐白石一生娶了很多漂亮女人 93岁时还嚷嚷着要娶老婆 家人给介绍了一个44岁的 他显老 后来又找了一个22岁的 齐白石很喜欢 还等着办喜事呢 结果没等到结婚那一天 齐白石就去世了 那么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话说无风不起浪 齐白石自传中记载的有三个女人 第一个就是他的原配妻子 陈春军 是在他12岁时娶进门的同样媳 比齐白石大一岁 你看看人家 12岁刚懂事就娶老婆 一直到93岁去世 身边都有女人陪着 虽然经历过战火 但并不孤单 如果说齐白石有哪两个字不会写 我想就是单身两个字了 童养媳其实就是在古代时候 女方家感觉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就早点嫁出去 省得自己家养活 一般只有穷人家的姑娘 才会给别人当同样媳 这也是古代对女性的歧视 南方家呢 也多一个人干活 料理家务 而且一个萝卜一个坑 提早占了坑 就不怕以后娶不到了 但并不是说娶过门 就真的像现代意义的结婚 婚后夫妻生活 生孩子什么的 因为年龄都还比较小 身体发育呢 都还没有成熟 所以童养媳也只是先取进门而已 等两人都长大了 才选择良春吉日远房 齐白石19岁时两个人才远房 跟现在一些结婚早一点的也差不多 第二年也就是齐白石20岁的时候 陈春军给他生了第一个孩子 一直到1902年 齐白石40岁时 共生了五个孩子 后来齐白石开始了五出五归的 游历生活 直到1919年 因为家乡动乱 齐白石为了避难而到北京定居 开始北漂生活时 陈春军不愿意离开家乡 又担心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无人照料 所以给齐白石纳了一个小妾 名叫胡宝珠 这就是齐白石的第二个女人 胡宝珠祖籍四川 1902年出生 和陈春军生的最后一个孩子童年 嫁给齐白石的时候年龄18岁 齐白石56岁 过了两年 20岁的胡宝珠给齐白石生了第一个孩子 一直到1938年 共生了七个孩子 生第七个孩子的时候 齐白石已经76岁了 1943年 胡宝珠去世 中年42岁 据说呢 也是因为难产去世的 如果是真的 那么就是说 齐白石80岁时 还有生育能力 真理的确很旺盛 让很多人望尘莫子 记载下来的一共是12个字 想起郭德纲的那句话 想要成为艺术家 首先得有一副好身体 还得长寿 这两点齐白石都做到了 当然这只是调侃 我们更应该尊重老人家 为艺术付出的努力 和深处时代变迁的艰辛 胡宝珠去世后第二年 朋友又给齐白石 介绍了一位 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 夏文珠 来照料生活 这是齐白石 自己记载中的第三个女人 传言说是 齐白石想要娶夏文珠过门 可她的儿女们强烈反对 只好作罢 只是以护士长的名义 把夏文珠留了下来 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夫人 只是这一点 她自己并没有记载 可以确定的是 齐白石82岁时 夏文珠负责照料 齐白石的生活起居 一共七年时间 后来跟齐白石闹了别扭 离开了齐白石 传言后来由老乡 给介绍了一个 叫武德轩的 来照料她的生活 至于她去世那一年 要娶22岁的女人 是不是真的 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就算有这个事 多半也是 请来照顾生活的 一句玩笑话 或者老年人的糊涂话 毕竟90多岁了 走路可能都需要人参着 其他还能做什么呢 所谓被靠大树好成梁 就算有一身才华 如果没有贵人相助 也很难出人头地 话说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但在齐白石身上 你会看到伯乐也常有 齐白石是木匠出身 又是怎么走上绘画道路的呢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齐白石的生平 齐白石原名七春之 1863年出生于湖南 湘潭兴斗堂村 是家里的长孙 标准的农村家庭 几间破屋 一亩水田 生活很艰难 他的爷爷经历过 太平天国的兴衰 晚年看乡军士兵 抢了天王府 发财回家买房置地 美得不得了 说这些杀人的柜子手 自以为有过汉马功劳 就都有了当官的资格了 在家乡各个耀武扬威的 弃压百姓 当官的还跟他们沆瀣一气 有时没事总去搜刮百姓 父亲呢 是个老实人 懦弱怕事 母亲脾气只好相反 刚强能干 勤俭持家 齐白石奶奶活了89岁 父亲活了88岁 母亲活了82岁 齐白石93岁 看来齐白石家 是有长寿基因的 四岁的时候 跟着他爷爷学识字 八岁到他外公开的门馆学习 门馆呢 也就是现在的幼儿园或者小学 读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家贫 而辍学回家 帮家里干农活了 以及照顾两个弟弟 和上山放牛砍财 那个时代的穷人都这样 很小就要当牢里用了 放牛的时候 把书放在牛鸡脚上 一边读书 一边放牛 15岁时 父亲看他身体弱 干不了农活 就想让他学一门手艺 于是就跟着他的一个本家叔叔 学木匠手艺 学的是粗木座 也就是一些比较粗糙的 桌椅板凳农具一类的 学徒呢 其实就是帮师父干活的 后来师父嫌他力气小不中用 没多久就送他回去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 又找到了一个师父 这个师父倒是挺体恤他的 有一次他和师父去主顾家 做文工回来 在田间的小路上 远远地看见对面走过了三个人 背着木箱和大口袋 一看就是同行 等走到他们身边时 师父垂下双手 侧着身体 站在旁边 满脸堆笑地向那三个人问好 态度很谦恭 可那三个人却很傲慢 爱搭不理的 过后齐白师就问师父 大家都是木匠 为什么要对他们那么谦恭呢 师父告诉他 别人是小器座 做的是细活 还会雕花 不是聪明人 一辈子都学不成的 我们大器座的人 是不能和他们平起平坐的 齐白师听了以后很不服气 就下决心要去学小器座 16岁的时候 家人又给他找了一个 雕花木匠师傅学手里 这个师父叫周直美 28岁 在当地很有名气 而且雕刻人物很有绝技 两人相处得很好 师父对他就像儿子一样 齐白师也一直感恩他的好意 学了三年 到19岁时就出师了 因为师父的名气大 名师出高徒嘛 所以齐白师的名气也大了起来 别人都叫他织木匠 他挣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齐白师师徒常去做工的是 当地姓胡和姓黎的两个财主家 他们家里有了婚嫁喜事 都找齐白师师徒去做一些家具 那个时候雕花的花样 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 麒麟颂子 状元极力一类的东西 齐白师就想办法创新 加入了花卉果实 历史故事 飞禽走兽 花鸟鱼虫等元素 得到了很多人夸奖 20岁的时候 齐白师在一个主顾家中 无意看到了一本 借嘴园画谱 大开眼界 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后来就问主顾 把这本画谱借了回去 全部描摹了一遍 方便以后学习 后来齐白师就经常 临摹戒子园画谱 认识的人也会请他去画 有时做完雕花活 也会被主顾留下来 请他画画 慢慢的齐白师画画的名声 跟雕花的手艺 一起在附近就传开了 都说织木匠画得挺不错的 请他画的主要是 神仙圣佛一类的 画一幅能挣一千多个铜钱 一块银元左右 和现在几百块钱 画那些和气的神仙 就参考戒子园画谱 而画一些凶身恶煞的时候 他是参考身边长相比较奇怪的人 以他们为蓝本 长得丑不是我的错 可你帮我画成凶身恶煞 有没有经过我统一呢 我发现齐白师跟 米开朗基罗的经历有些相似 米开朗基罗最初是石匠 后来才画画 为了雕好人物 悄悄地把他老师的一本秘籍偷走了 临摹了一遍 其实秘籍就是关于人体结构动态的素描书 后来还把自己的临摹本放回去 想看看老师能不能发现 结果他老师竟然没有察觉 艺术家都需要采发大家族的支持 支持米开朗基罗的是美帝奇家族 而支持齐白师的是香坦胡家 为了多挣点钱 晚上闲暇之余 齐白师还会做一些小玩意儿 放到杂货店去卖 经常做的是一种用牛角做的 能装汗烟也能装水烟的烟盒 两三个晚上做一个 大概能卖一斗米多的价钱 大概相当于现在五六十块吧 也就是挣个自己抽烟的钱 二十六岁时惊人介绍 齐白师认识了肖香该 和文绍可两位老师 这两位老师在当地画像是很有名的 经过老师指点 齐白师画像也算是入门了 距离齐白师家里几十里外 有位人称树三爷的人 名叫胡沁元 见过齐白师的话 感觉他是个可造之仔 就问齐白师愿不愿意 在读读书学学话 齐白师说 想学 可是家里穷学不起 寿三爷告诉他说 只要你愿意学 我不收你学费 而且你可以一边读书学画 一边卖画养家 齐白师很是感激 拜了胡沁元为老师学画 胡沁元家里有一位名士 叫陈绍藩 是他请来的教书先生 陈绍藩也让齐白师免费 跟着他读书 此后齐白师就住在胡家 开始读书学画 两位老师给齐白师取了一个名字 叫黄 又取了两个号 一个叫贫生 还有一个叫白石山人 因为他家附近有个驿站 叫白石铺 所以老师就给他起了白石山人这个号 后来别人叫起来 就把山人二字省略掉 就只叫白石了 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齐白石 西游记中 齐天大圣也是拜师唐三藏后 师父给起的法号 才有了我们熟知的孙悟空 可见名师真的很重要 从此齐白石便迈入了绘画的大门 这一年齐白石27岁 跟着胡庆元学的是工笔花鸟 胡庆元又把珍藏多年的古今名画 都给齐白石观摩 齐白石受益匪浅 胡家上下十几人也都很喜欢齐白石 后来都跟他成为了好朋友 齐白石在胡家读书学画 有吃有助 生活很安逸 那时候照相还没那么流行 所以呢画像这门生意是很好的 而且收入也很高 胡庆元还到处给他做广告 所以齐白石的生意很不错 一幅画像能挣二两银子 后来觉得画像挣钱比雕花多 而且也比较省事 因此就改行专门画画了 30岁以后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 原来的织目奖改行画画了 名声越来越大 收入也就越来越多了 靠画画已经可以养家了 32岁时齐白石和几个朋友 成立了一个龙山诗社 一共是七个人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弹诗论文 画画 传课 弹弹琴 唱唱歌 齐白石在诗社里是很受欢迎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 齐白石造花毡 就是写诗用的诗毡 其实呢就是带有绘画图案的白纸 在纸的边角上画上一些花鸟鱼虫 再用来写诗就很漂亮 以前上学时 很多同学用的笔记本上 都是有很多图案的 青少年嘛 都是喜欢漂亮的东西 齐白石一晚上能画几十张花簪 这个技能也让他展下了不少好人缘 在龙山诗社里 他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张仲阳 也是出身韩威 年轻时学过铁匠 后来拜了王湘祺为老师 因为和齐白石经历相似 就一见如故 成为了知己 35岁时 经常到湘潭县城去帮人家画画 在湘潭县城认识了倒台班子的大少爷 郭宝生和贵阳明氏贵公子夏无仪 这两人都成了齐白石的好朋友 后来两人都做了官 也帮过齐白石很多 可以说齐白石的人脉关系 以及阅历见识 都跟他们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齐白石的贵人 齐白石37岁时 张仲阳介绍他认识了湘潭大明氏王湘祺 王湘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 当时很多的名人牛人都是他的学生 比如后来救过孙中山 帮过渊世凯复辟的杨渡 都是王湘祺的学生 王湘祺对齐白石的影响非常大 我觉得他是齐白石早年最重要的贵人 如果挑出齐白石的三个贵人 那应该是胡沁元 王湘祺和陈世增 胡沁元是齐白石的启蒙恩师 带齐白石进入绘画的大门 王湘祺呢 让齐白石在湖南直接就成名了 而最后一把陈世增 把齐白石推向神坛 闻名世界 齐白石把自己的诗文字画 给王湘祺评乐 王湘祺对他的画和印赞赏有加 那时候王湘祺的名声是很大的 很多人都想拜他为师呢 张仲阳劝他拜王湘祺为师 齐白石迟迟没有答应 王湘祺还跟别人说 个人有个人的脾气 我门下有铜匠腾养人增昭吉 铁匠我铜县无事再忍张仲阳 还有一个铜县的木匠 也是非常好学的 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 后来张仲阳转述给了齐白石 齐白石不敢辜负王湘祺的好意 就去拜王湘祺为师了 1901年齐白石39岁 别人介绍他去湘坛县城 给内阁中书李家画像 这位中书名叫李振藩 原本是很傲慢自大的 却对齐白石很有礼貌 原来啊 他有个内阁中书的同事 是齐白石老师王湘祺的内地蔡梅公 蔡梅公对齐白石很是抬举 常跟李中书提起 所以呢 李中书自然也就对齐白石另眼相看了 这就是王湘祺带给他的影响力了 从40岁起到47岁 齐白石共出过五次远门 自称五出五归 这五次游历生活 开阔了齐白石的眼界 也拓展了他的人脉 对他的大师之路 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出一归 1902年夏无疑到西安做官 给齐白石来信 请齐白石过去教他夫人画画 而且直接把学费和差旅费 一并寄给了齐白石 怕他不去 另一个好友郭宝生 也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 于是齐白石就去了西安 路途上也趁机画了不少画 最得意的两幅是 洞庭看日图和坝桥风雪图 历经两个月时间到达西安 见到了三位朋友 夏无疑 郭宝生和张仲阳 夏无疑介绍他认识了 陕西涅台樊樊樊山 相当于现在的省司法厅厅长 樊樊山又是著名的大师 齐白石刻了几个印象送给他 可惜因为没有带红包 给开门的保安 保安不给通报 就没见着 那时候大人物的开门的 都会给客人要红包 叫做门禁 都是潜规则 不给就不通报 后来夏无疑跟樊樊山说了一声 齐白石才见到了樊樊山 然后把印章送给他 他当时就送了齐白石五十两银子 作为客印的润资 相当于现在几万块钱 出手都很阔绰 张仲阳劝齐白石走走樊樊山的门路 搞一个好差事 齐白石不愿意 反而劝张仲阳不要这样做 两个人观点不一致 从此就有了隔阂 1903年 41岁的齐白石在西安住了三个月时间 夏无疑要进京谋差事 调省江西 邀请齐白石同行 樊樊山告诉齐白石 他五月份也要进京 慈禧太后也喜欢绘画 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 谬素君给慈禧太后代笔 享受六品待遇 他可以在慈禧太后面前 推荐齐白石 也许能搞个六七品的观弦 齐白石万句了 说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刻印画画 积攒两三千两银子带回家 够一生吃喝 财务自由 就心满意足了 夏无疑又劝过齐白石 不过听上去都是官场口吻 打哈哈而已 并不完全是认真的 就没再作声 随后就同夏无疑一家 动身进京 这是齐白石第一次进京 路上画了画山图和松山图 进京后住在夏无疑家里 还是教他夫人无双画画 也接一些刻印画画的活 闲暇时间逛逛琉璃场 看看古文字画听听戏 认识了很多老乡和朋友 还有不少新知旧友 经常在一起吃饭玩耍 三月份夏无疑和杨渡发起了在陶然亭建春 到了不少诗人 齐白石画了一幅陶然亭建春图 一座这次建春活动的纪念 杨渡也是乡谈人 他在那个时代 可是和康有为梁启超一个级别的风云人物 也是王翔奇的门生 也就是说齐白石和杨渡是同门师兄弟 这就是拜明师的好处 五月份齐白石听说樊帆山已经启程进京了 他怕樊帆山再推荐他做内挺供奉 增添麻烦就打算回家了 夏无疑想给齐白石捐个官 齐白石还是感觉自己做不了官 就谢绝了夏无疑的好意 夏无疑就把准备给齐白石捐官的钱送给了他 连在北京卖画客印的钱 一共有两千多两银子 这差不多已经达到了齐白石心中所想的财务自由的数额了 真是一笔巨款了 折合现在应该有个一百多万了吧 从年头十二月到达西安 到五月离开北京 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 齐白石就挣到了一百多万 足够在老家后半生衣食无忧 那时候这些大人物给钱也确实很爽快 二出二归 是1904年王湘齐邀请齐白石一起游南昌 就是游山玩水 识词歌赋什么的 不过王湘齐的名声是很大的 南昌又是省城 所以大官就很多 有很多达官贤贵 时常登门拜访 齐白石倒是也认识了很多大官和有钱人 1905年 齐白石43岁 在李伟孙家里看到了赵志迁的二金蝶糖印谱 然后描摹了一遍 从此以后刻印就模仿赵志迁的风格了 作画原本是画工笔 到西安后渐渐改为大协议画法了 这两次远游可以说是齐白石风格改变的一个转折点 三出三规 1905年 王松年邀请齐白石游桂林 在桂林齐白石也是卖画客饮为生 在西安的时候 房帆山曾经给齐白石定了润格 也就是画作的价格表 借助房帆山的大名 把润格挂了出去 生意很好 名人效应嘛 那时候蔡厄刚从日本回国 在桂林创办了巡警学堂 就想请齐白石在每周日 教巡警学堂的学生们画画 每月三十两银子的薪资 一个月只上四天班 三十两的月薪是很高的报酬了 可齐白石感觉 巡警学堂的学生们可能会闹事 很难教 就万具了 蔡厄自己也想跟齐白石学画画 也被他万具了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了一位和尚 人称张和尚 花二十两银子 托齐白石画了四条瓶 一直到民国初年时 在报纸上看到才知道 那个和尚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 黄兴黄克强 1906年 齐白石44岁 他从桂林到了广州 当时郭宝生在青州 是个候补倒台 在郭宝生家里住了几个月 还是教他夫人画画 郭宝生呢 好名 但画得不好 却很喜欢画 官场中求他画的人也很多 于是就让齐白石给他代笔 四出四归 1907年 齐白石45岁 再到青州 继续教郭宝生夫人画画 和给他做代笔 没多久 跟着郭宝生 由赵庆顶湖山 画过一张绿天过客图 回青州路上 看到田里有很多荔枝树 正知丰收时接 就画了一些荔枝 曾经有人拿着很多荔枝 换了齐白石的画 如果留到现在 那就赚大发了 五出五归 1908年 齐白石46岁 应罗醒吴邀请到广州晚 醒吴参加了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在广州做秘密革命工作 他跟齐白石 都是龙山师社妻子之一 齐白石也曾经 借着卖画的名义 帮着罗醒吴 传递过革命党的秘密文件 他也是两不单个 跟清朝官员和革命党 都有过交集 不过那个时代的人 也很难跳出历史的格局吧 这五次游历 就是齐白石的五出五归 1910年 齐白石回到家 过了两年平静的生活 接着命运就即将 带他进入人生的第二阶段 1913年10月 齐白石第二个儿子因病去世 1914年4月 六弟也是生病去世 没过几天 他的启蒙恩师胡沁元去世 胡沁元是齐白石生平第一之际 齐白石非常的伤心 1915年冬天 王湘齐去世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很扫兴的事 他积攒了很久的诗稿 被人偷走了 这几年是齐白石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两位恩师贵人的去世 就好像意味着齐白石和家乡的缘分一尽 或者说向学艺成功出山 家乡再也给不了他什么了 不知是造化弄人 还是命运的安排 似乎是冥冥之中 有股力量在召唤着齐白石开启大师之路的第二阶段 1917年 齐白石55岁 五出五归后 他原本不打算再做远游 可是连年战乱 家乡又常有交战 而且土匪横行 樊帆山来信劝齐白石到北京居住 迫不得已 齐白石又辞别了家人独自北上 到北京没几天 就发生了袁世凯复辟的事情 又跟着郭宝生到天津避难了一段时间后 才返回北京 住在西砖胡同法院寺内 齐白石在琉璃厂南纸店 挂上了卖画刻印的润格 陈时增见到了齐白石刻的印 特意登门拜访齐白石 两人聊得很投机 成了默逆之交 陈时增是画大写意的 在北京绘画圈名气很大 有很大的话语权 他是齐白石医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齐白石拿出街山图卷 给陈时增鉴定 街山图卷是齐白石早年 比较满意的作品合集 陈时增劝他 不必迎合大众口味 自创风格独成一派 齐白石也正有此意 后来就听从了陈时增的建议 衰年变法 自创红花末叶派 改变了画法和风格 这对于他后来文明世界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个月后 听说家乡战事平息了 就决定回家 到家后发现 所有财物都被抢劫一空 家人也外出避难了 第二年呢 兵乱比以前更加严重了 土匪更加横行无际 而且还有人散播谣言 说齐白石这几年卖花发了财 土匪应该去抢他 也有很多人跟着起哄 人性就是这样 气人有 笑人无 哪个时代都不缺这样的小人 齐白石没办法 之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带着家人 到紫荆山下的亲戚家赞住了 家乡虽好 可是不能安居 于是打算第二年到北京定居 再也不回来了 1919年 齐白石第三次去北京 这次就是到北京定居 离家的时候 父亲已经81岁了 母亲也75岁了 他妻子陈春军 舍不得家乡的一些田产 不愿一同前去 想等齐白石在北京安定下来 以后再过去 还劝他在北京那一个小妾 照料起居 几个月后 陈春军到北京 给齐白石聘到了一个 四川籍的小妾 名叫胡宝珠 十年十八岁 这就是齐白石的第二个老婆 齐白石刚到北京定居时 在南指殿挂出的润格 是一个扇面两块大洋 是同时期一般画家的一半 但毕竟刚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 人际关系还不是那么熟络 所以生意比较惨淡落寞 1920年 认识了许威虹等人 老友黎松安的儿子 在教育部任职 也经常见面 下半年朋友齐如山 介绍齐白石认识了梅兰芳 梅兰芳家里种了很多花草 光是千牛花就有上百种 有的花开得碗口那么大 从此齐白石也开始画前牛花 当天梅兰芳亲自磨磨 让齐白石画草虫给他看 画完后梅兰芳还唱了一段贵妃醉酒 后来1925年 梅兰芳也跟着齐白石学画画 1922年 齐白石60岁 陈时增带着他的画 到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画展 带去的画全部都卖出去了 而且卖价很高 普通的每幅100亿元 二尺大的山水画 卖到了250亿元 而且有个法国人 在东京选了他们两个的画 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 在法国齐白石画的卖价 是国内的100倍 齐白石在世界上开始闻名了 经过两次国际展览 外国人买齐白石画的也很多 琉璃厂的古董贩子看到了商机 也纷纷求齐白石的画 从此以后 齐白石的卖画生意 就越来越兴盛了 俗话说好人不偿命 1923年 齐白石的贵人 北京艺术界扛骂子陈时增 到南京给继母奔丧途中 得立即病逝了 中年48岁 两人交往不过短短6年 陈时增就去世了 齐白石痛失知己 陈时增就像是命运 特意为齐白石安排的 推起了齐白石后 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匆匆离去 1926年 齐白石64岁 接到长子来信说 齐白石母亲病重 因为湖南湖北一带战火弥漫 他没能及时回去 没多久他母亲就去世了 享年82岁 过了几个月 他父亲也过世了 可是因为有战争 他都没能回去 给父母奔丧 1927年 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 林丰棉 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院 请齐白石去教中国画 齐白石感觉自己是香巴佬出身 去洋学堂教书 怕教不好 不敢答应 后来林丰棉和很多朋友 再三相劝 齐白石才答应下来 其实呢 齐白石出到北京的时候 北京画界也是有很多人骂他的 说他没有书卷气 骂他离京叛道 是个野孤臣 就因为他的作品风格 与众不同 和明清时期 那种古板颓废的风格 截然不同 以至于林丰棉 聘请他做教授的时候 很多人包括一些学生 都起来反对他 他的推辞拒绝 可能跟这些也有关系 纵观历史 大石的出现 都跟时代脱不开关系 那个时代的中国 百废待兴 方方面面 人们都希望变革 都希望有新的思想 新的事物出现 推陈出新 齐白石听从了 陈时增的建议 衰年变法 结果是很成功的 这和他的努力 分不开关系 但同时时代 也选中了他 只是在过程中 一定会遭受到很多 保守势力的反对 古今中外 都是如此 印象派的莫奈 赛上 也是如此 一开始 由于作品风格 太过标新立异 被巴黎艺术沙龙 拒之门外 但只要是金子 就永远会发光 他们影响了 后世的年轻人 使他们最终 依然走上艺术神坛 不要想着得到 老一辈 或者同辈人的认可 因为他们经常是 顽固的既得利益者 或者竞争者 他们怎么可能会认可你 影响下一代 往往更容易获得成功 1931年 帆帆山去世 帆帆山对 齐白石的帮助 也是很大的 齐白石又少了一个知己